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民群众在洪水季节的新生计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越南国家电视台国际频道的今日越南节目 下面播报详细内容 今天节目的头条继续报道国会第六次会议 今天10月25日上午 国会在大会堂讨论公民身份法草案中 存在不同意见的部分内容 国会代表迟迟迟将公民身份法的名称改为身份法 将公民身份证改为身份证 以简洁明了并涵盖该法的适用对象 包括越南公民和国籍尚未确定的越议人 有代表建议 该法草案中应该扩大身份证的领取主体 并考虑身份证发振机构的权限 也在今天上午 国会代表对由国会选举或批准的44名 任职人员进行卸任投票 下午国会代表表决通过了有关确认 对由国会选举或批准的任职人员 进行信任投票结果的决议 据此额赞成票数为470张 相当于国会代表总数的95.14% 在最新的越南经济更新报告中 Jata银行为时越南2024年全年GDP增长预测 在6.7%的水平 Jata银行表示 由于零售营业额猛增 国内复苏的迹象仍在持续 并且可能会变得更加强净 年初以来 既然住业和住宿业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 生产业也开始扩大 外部前景正在改善 明年经常账户盈余将升至GDP的3.5% 据而Jata银行的专家表示 得应于越南经济的开放和稳定 中期经济潜情依然乐观 随着9月底消费物价指数仅上涨3.1%多 由此越南成为亚洲地区有效控制通胀的国家之一 越共13届八中全会此前也肯定 今年消费物价指数预计仅增长3.5% 远低于4.5%左右的目标 粮食及食品类约占人们消费支出的四分之一 货源充足 价格稳定 让像杨女士这样的家庭主妇放心购物 今天我买了南瓜 三个大南瓜 3.5万月顿 还赠送一斤清洗干净的香菜 我很满意 对于企业而言 增值税减免2%等扶持政策 有助于帮助企业降低投入成本 从而降低产品价格 价格非常好 比市场低25%左右 希望广大消费者能够支持 近9个月以来 国内石油天然气价格指数下降10%到15% 对整体消费物价指数下降影响较大 教育服务 医疗服务等由国家管理的服务领域 也受到谨慎管理 我们预测越南今年的平均通胀率为3.4% 近期越南迅速降低汽油 石油增值税和环保税 然而近几天 世界汽油价格的持续上涨 需要密切关注 因为根据越南商品交易所的数据 汽油价格上涨10% 就可以导致越南CPI上涨0.36个百分点 面对世界经济新波动 特别是价格走势 石油可能仍有上涨空间 在执行控制国内物价的任务时 需要特别注意保护今年前9个月所取得的成果 通胀率得到良好控制 但绝对不能疏忽 政府要求各部位认真客观地评价国际和国内市场形势 在此基础上将会有及时准确的政策反应 从现在至春节期间 积极主动稳定供需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 特别是生活必需品 政府总理范茗正刚发布 关于继续展开享有利的措施 来推动房地产市场安全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攻函 范茗正总理要求各部位各地方 要将其视为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不回避 不怕失误 不怕责任 建设部部长与国会各委员会密切配合 完成住房法修正案草案和房地产经营法修正案草案 并在国会第六次会议上提交国会审议和批准 补充完善推进放权授权 减少行政手续的节制和政策 同时加快实施投资建设至少1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项目 国家银行行长指示商业银行促进房地产信贷 销减成本已降低利率 今年不想少行政手续 让企业和房地产购物者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信贷资金 配合建设部加快实施120万亿月段信贷计划 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长于10月紧急完成 并提交主管当局审议和颁布 有关调整地价估价的意见 2023年前9个月海防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22.1亿美元 位居全国第二完成了全年目标 凭借进出口门户的地位及清楚设施的便利条件 作为港口城市的开房 又是是外资企业的乐土 特别是工业房地产行业 这也是越南信外资的一大亮点 南亭五工业园区占地面积1329公顷 至今已吸引约60家外国投资者 入住率超过50% 以目前的吸引力 预计未来期间入住率将会增加 海防现有工业园区品质都非常好 大量土地可立即移交 从工业园区设计建设之初 我们就布局设计了四个功能区 可以相互支撑 从海港和仓库的功能区 到工业的功能区都齐全 目前海防已成为宇集杯 国际机场和立线国际深水港 连接的全球物流链的一环 该市还大力推动工人住房 医院学校和商业中心等 工业房地产服务 海防地理位置优越 是北方最大的深水港的所在地 这里符合需要通过海港进出口的大型工业制造商的需求 这个城市还有靠近北部边境口岸的优势 此外旅游业发达 职工的住房 外国专家的酒店项目也是一大优势 我们在南亭五工业园区拥有一家机油工厂 这里是通往大海的门户 符合我们公司进口原材料及配件的生产需求 此外便捷的物流系统 也满足了全国各地分公司的产品供应活动 海防是积极制定工业园区和经济区的土地规划 并计划未来五年以绿化方向在投资建设15个工业园区 总面积超过6400公顷 未来我们计划扩建海防市第二个经济区 这将是一个与现代工业发展 城市地区海港相结合的新经济区 大量使用可再生能源 海防规划2021年至2030年期间 到2050年远景成为现代化工业城市 国家重要的海洋经济中心 国家物流服务中心 随着吸引力的不断增强 世界许多大型企业纷纷前来投资建厂 成为推动海防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除了一系列指导文献人之外 政府总理还成立了五个特别工作组 以下块公共投资资金的到位进度 来自政府层面的热度 已蔓延到各部委、行业和地方政府 截至9月底 公共投资资金到位额已超过363万亿月顿 比去年同期增加110万亿月顿 相当于政府总理下达计划的近52% 当前全国上下正在着力推动 公共投资资金到位 特别是南北高速公路项目和重点建设项目 南北高速公路一期工程六个标段 分别于今年4月、6月和9月正式投入运营 北、中、南三个地区的省份 已通过现代化的高速公路连接起来 这有助于以最高效率开发工业园区和海港物流系统 为庆河省取得显着的增长做出贡献 我们确定宁顺省将重点开发工业、旅游业和沿海都市 这些是我们认为会吸引投资者的领域 投资准备工作密切 承包商选择透明 现场施工紧张有序 不少单位的公共投资资金到位 进度取得明显突破 有的地方今年前9个月 公共投资资金到位率已接近70% 对于建筑用沙或企业的资本等新出现的难题 我们每周都召开会议进行讨论 听取意见和建议并为每个项目解决问题 为了能够拨出资金必须有具体的计划 交通运输部主张分为三班四队施工 趁着有力天气加快施工进度 据专家计算 如果总额713万亿月顿资金的95% 能按总理指示波付的话 将为2023年GDP增长贡献两个百分点 技术设施完善物流系统发展 可当作刺激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投资越南的幼儿资本来源 国内经济高度融合 在加世界经济演变复杂 公共投资资金对经济增长仍然起到支柱的作用 因此公共投资资金到位率越高 就越有助于国家经济复苏 并未实现发展目标创造新的机会和动力 经过14年展盖落石 越南人优先使用越南货运动 取得了石热性的效果 凭借种类丰富 款式多样 质量不断提升的优势 原产越南的商品 越来越受到海外越南人的热烈欢迎 对于乔邦们来说 使用越南货辞取 既能支持家乡好货 越南在所在地传播民族自豪感 姓姐定居芬兰八年了 她几乎每周都给家人做点越南家常菜 她家的厨房里 鱼露、酱油、蘸料等地道越南调料 以及各种越南食物 应有尽有 我经常做越南菜给家人吃 怀念一下家乡的味道 在芬兰想要买越南食物的话 越来越容易了 调料、鱼露、干粮什么都能买得到 越南货物美价廉除了我们之外 连当地人也很喜欢啊 多年要吃泰国、柬埔寨大米了 现在 纯越南品牌的大米正式上架法国连锁超市货柜上 妹姐一家十分高兴 越南大米 无论粘性还是味道 都比其他的好 一开始出于支持越南货的想法 所以我才买越南大米 可是吃了以后我发现越南大米饭太好吃了 口感十足 虽然价格稍微高一些 但现在我只会吃越南米饭 目前旅居法国越南人经常购买越南货 拿我家超市来说吧 每天来客挺多的 他们也经常回来 每次来都会买大量越南货 买最多的是日用食品 如大米 鱼露方便面等等 或者土特产如酥饼 绿豆糕 还有榴莲 芒果等新鲜水果 实际上 随着海外越南人 对越南货的信任度越来越高 他们把越南货带到所在国零售网络这一举措 也有助于推广越南品牌 让越南品牌走出世界 这家集团专门在捷克 乃至欧洲销售食品 在超市和商城的货柜上 越南制造的方便面 干米线 干河粉等日用食品十分畅销 因为是由越南人创办的集团 所以我们终极目标是向当地人 推荐越南产货物 我们优先进口越南货 包括粮食食品 日用品等等 这也是向国际友人 介绍越南文化的一种方式 近短时间 芒果 山竹 火龙果 红毛丹 龙眼 荔枝等越南水果 几乎都通过越南进口商进入所在国 它们成为越南货与当地市场的一座桥梁 它们先使用 再推荐给当地人 目前 约有600万名越南人 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活与工作 所以 越南人社群对越南货的信任和支持 会有助于将越南货进军世界市场 这样一来 每一名越南人既是消费者又是传播者 接下来请关注 洪水季节的新生计帮助人们赚取稳定的收入 老年人为自己创造快乐充实的晚年时光 10月24日 政府总理犯名证签署 关于解决临统省乐阳县 乐特乡小篮喉旅游区洪水翻车事故的通知 通知称 10月24日 临统省乐阳县乐特乡小篮头旅游区发生洪水 导致一辆汽车测翻 造成四名韩国游客死亡 一名越南人受伤 越南政府总理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同时要求越南外交部 临统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及有关部门 继续指导并落实灾口重建和慰问活动 今天10月25日上午 四名遇难者遗体被送往胡志明市 临统省代表会见韩国领事馆外交部遇难者家属后 将继续提供最大监督最好的支持措施 多农省克隆尼县南地尔香南宁算约30米长的混凝土路碳线并被冲入克隆尼河 数千立方米土地和100多棵咖啡树已被冲走 整个大陆和附近数百公项农作物的灌溉区系统也受到影响 但仍有些地方由于将新种苗投入种植和生产中 人们仍然可以维持生计赚取稳定的收入 下面是本台介绍在核心社作业的报道 很难想象 这两公顷的淡水虾糖原来是地面较低的稻田 又被冥凡污染 与济石完全废弃 如今经过四年的改造 土地全年都有生产价值 如果我满足品种 饲料质量和所有技术标准 我养虾能赚到的钱比种水稻要多19倍 由于人民下决心改变种植方式 红岭山脚下的这片八公顷土地 现在已被绿色覆盖 以前仅在家庭花园中种植的绿葱 已成为当地羽季种植的主要植物 一生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五先生不敢相信 有一天 自己一年能赚到近一个亿月顿的收入 以前我们都要离开家乡去外地打工 但后来有了这种新模式 只有一个人去 另一个人留在这里 还是够养活一家三 四个人 当地人民需要参加多次会议 夏田 研究 以建立可持续升级模式 比如使用现有的稻草和草 作为葱床表面覆盖材料的话 就能更好避防治害虫 而这个转换过程需要科技部门的参与 转换过程首先要基于当地的实践情况 其次是经过评估认为是有效的作物类型 第三 要根据市场情况 在进行数据总结后 才能提高种植农作物和养殖家畜的效果 如今 空田的数量趋值可数 大多数属于没有劳动人口的农户 可见 该模式已发挥积极效果 给人们创造稳定的收入来源 越南目前约有1140万名老年人 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 近年来 为了关爱老年人 越南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优待政策 助其晚年生活过得更加快乐 健康和更有意义 与此同时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 为自己创造快乐充实的晚年时光 从养老变成了享老 如果总被绑在过去的观念 人老了 要这样过 那样过的话 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晚年生活也要过得充实且快乐 我们还是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这样就能保持乐观的心境和健康的体魄 环剑湖是河内悠闲生活的聚集地 来到这儿 你会看到河内人最闲适的一面 早上湖边都会聚集一群老年人 陈恋瑜伽 太极 舞蹈等 我参加舞蹈俱乐部好几年了 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挺害羞的 也放不开 穿上一身裙子和高跟鞋的时候 都感觉不好意思 后来自卑感觉慢慢消失了 天天来跟同龄朋友见面交流 大家都开心 以前越南崇尚养儿防老 把子女拉大 老了就忙着带侄子侄女 本来应该过上轻松快乐的日子 现在越南社会观念已发生巨变 子女尽量不劳父母操心 老年人本人也主动充实自己的生活 这个民歌俱乐部成立了九年 俱乐部成员之所以能经常参加集体活动 表演交流是因为子女在背后不断地激励与鼓舞 孩子们一直鼓励我积极参与俱乐部的各项活动 既能放松身心 又能让自己生活更加精彩 既能照顾身体 又可自得其乐 老年人正为自己创造快乐充实的晚年时光 从养老变成享老 各级政府出台和实施 多项关爱老年人的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老年人也要主动充实自己的生活 既然活着就要活得津津有味 在河内有一家别屈一格的咖啡店 在这里从点饮料沟通到付款等一切 都通过手语默默进行 这是一家由听证人服务的咖啡店 尽管开业短短三个多月 但是这里服务员的友善和舒适的空间 献了众多顾客光临 为了传播爱心 为残疾人群体营造包容的环境 做出了贡献 但我也感到很舒适 服务员很有善 他们传递一种能量 让我觉得我比他们幸运得多 因为我仍然很健康 对这位女士来说 这是她最喜欢的咖啡店 这里离办公室很近 所以她经常和朋友 同事一起来这里做客 我感觉很舒服 他们也很热情 空间很舒适 我也是残疾人 所以有一种同情心 在这家咖啡店工作的每一位员工 都被称为Flower 意思是一朵花 目前 店里有六个服务员 分两个班次 每个班次有三人 都是21岁到33岁的年轻人 他们都出身困难 在来到这里之前 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 以前我在酒店工作 每个月的工资很低 到这里工作 我的薪水更高 我得到了支持和赞扬 每次我微笑 顾客也微笑 这让每个工作日 对我来说都很有意义 之前 我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一家公司当手工工匠 工作时间有三年多 现在与以前的生活不同 当我和龙人朋友一起工作 在店里和顾客交流时 我很开心 我真的很希望 顾客能来并支持我们 店里100%的员工 都是听障人 我们不希望 店里任何管理员能说话 因为一般来说 顾客总会试图找到 可以正常说话的管理员 这就会失去 我们想要创造的价值 我们希望 使一般人和听不到声音的人 之间的沟通正常化 社会上没有歧视 这是我们为彼此创造的价值 最后是越南各地的天气预报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 更多精彩的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VTV GO点编 或者下载我们的手机APPVTV GO 明天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